聯合報今天做了一個很大的篇幅 他們專門針對台商要回來過年這個事情 幫台商講話 幫台商講話不是壞事 我們也希望他可以回到過年 他就說放鬆啦 但是現在我們的政府是要嚴 但是聯合報跟國民黨是說門開得開 那到底誰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廈門 請大家看一下聯合報 十二月三十號 今天的廈門台商協會的會長吳佳營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吳佳營說 我們先看中國全國台氣聯的會長 叫李正宏 他說要有快捷通道 這個快捷通道方案遲遲沒有進展 一來一回要將近一個月的隔離 為什麼 回到台灣就要十四天 他們回到中國就要十四天 二十八天就要一個月 一來一回 估計一個人 機票又要花台幣十萬 為什麼 因為現在過 飛機坐的人少 那一個四口之家來說 成本就真的很高了 那吳佳營剛剛講廈門台商協會會長 他說各地台商協會不斷向中國 向大陸國內辦反應 大陸官方也在收集台商意見 但現在請大家看 這臺灣人 臺灣人質疑臺灣政府 但現在問題就出在臺灣 不願意跟大陸坐下來談 呼籲臺灣政府能考慮到在大陸工作的 臺商跟臺幹的處境 然後李正宏說 兩岸能否藉由多次裁檢 或者是疫苗施打 縮短居家隔離的時間 恢復多一點的定期航班 例如春節包機的考慮 讓大家過個好年團圓 可不可以 來 莊委員 我們要怎麼說 要去歐洲 要去英國的 我們都會停飛 跟我們的民眾說 我們中國家家開整棚 邏輯在哪裡 第一個 聽不懂 孫德聰建議 春節正式兩岸關係破冰 好時機 這個時候就是要小三通 破冰 這樣用這個來破冰 他讓全世界進來 都十四天隔離 為了我們要來破冰 所以進來都沒關係 沒關係 都不用乖 還是縮短剩兩天 這我反對 來 王萍生說 過去國民黨執政 兩岸遇到問題 總會運用智慧 想辦法解決 雙方交流從會中斷 目前香港對企業主 採取多次裁印 就可以豁免隔離 申請報備第二天 就可以獲得許可了 有看到嗎 再來 宇會臺商會長們說 目前疫情問題變得非常政治化 這樣不用指揮中心 這樣我們這裡插政機 用來表括就好了 國民黨只有我們在朝衛協商 朝衛協商說那一隻病毒 這樣好 中國的總辦 全世界國家都不用辦 我們很簡單的反問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這些臺商 他們有沒有對北京提出一樣的要求 因為剛剛講說 現在要隔離二十八天 臺灣十四 然後回去又要十四天 那他們希望在這邊 可以縮短隔離的日期 但他們有沒有也提出一樣的要求 要回北京之後 也縮短隔離的要求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們來看臺灣的這個政府 我們是不是只有針對大陸的臺商 其實也不是 我們針對全球的臺商 針對全球的留學生 你只要回來臺灣 就是要檢疫十四天 就是要隔離十四天 我們不是針對從大陸來的 有對他歧視 這個不是我們完全一視同仁 再來第三個的話 就是我們說過去一年來 對於我們的防疫中心 有各式各樣的這個批評 或者說不同的政黨 有各式各樣的意見 但就像剛剛東豪兄說的 一路這樣走來 或許有一些地方 可以再做得更好 更進步一些 但是沒有出任何的大亂子 或大疲漏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最後再看 那現階段全球所有的國家 都越來越嚴格 包含中國自己在內 都變得越來越嚴格 然後現在我們的媒體 或者說我們的台商 希望我們要放寬 然後要背道而馳 那退一萬步講好了 真的出了一個什麼萬億的話 這個責任誰扛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扛 台灣人扛 全台灣扛 這不是只有民進黨扛 所以剛剛范老師提到了 這份民調 這份民調還可以再做 額外的這個補充 我們會看到說 蔡英文總統 他跟十一月相較之下 他的支持度大概從五十五 然後微幅下降到五十三 掉下去了 對 稍微微幅而已 然後我們會看到說 另外像是那個 蘇貞昌的話 幾乎算是持平 但是後面還有一個 重要的訊息是在於說 那對於十大施政的滿意度 十大施政的滿意度裡頭 前兩個最高的 超過八成 超過八成的 是在於我們的防疫措施 所以如果全台灣的這個民意 有超過八成 認為我們的防疫措施 認為我們的指揮中心 認為我們現在的政府 做得值得信賴的話 那憑什麼在現在全球 這麼險峻的時候 要求政府反而要放寬 反而要進行一種政治上的 對於媒體也好 政黨也好 進行一種政治上 刻意要去對政府 還有對於防疫中心 來進行施壓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講出來的話 實在是沒有辦法 讓人家接受跟溝通 用五萬歲的人來鬥爭 對 晚間十點敬請鎖定 朕知道了